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网友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两天有点忙 所以说这个跟的时间稍微往后延一点 那么就是有些事呢 也是浪子弹飞一会儿之后呢 然后我再跟的 也没有说像以前那样 及时抢新闻 就是说好像晚做了 好像新闻流量都不能抢跑了 那种状态 那个也不会 关键是把这事情给它说明白了 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人看 这些东西都无所谓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今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事情 关于昨天那个中飞 海上冲突这个事 因为我也讲了 我说你既然这个 新的管理办法实施以后 你就要去贯彻落实它 贯彻落实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晚上我也看到了 说这个解放军啊 不说这个中国武警啊 也就是海警 登上菲律宾的这个补给船 登上去领检 那么这个事情我也有注意到 但是我也认为说 领检是远远是不够的 你要把他们扣押起来 那么现在呢 就传出就是菲律宾方面 菲律宾的媒体方面传出来 就是说这个中国到了晚上 直接就找他们的麻烦了 大概是舆论影响太大了 因为老百姓从最早这个新闻 它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再捋一捋 第一阶段就是说 中国跟菲律宾 在6月15号 北京实施新的中国海警的管理条例 我们称之为办法吧 现场处置办法 那么只要你擅长中国 未经许可擅长中国 尽限制水域的 我就不像过去一样 只是给你警告去离 而是我要登检 然后再把你的人员扣押住 关起来 最高可关60天 也就相当于我们看到什么 台湾海军署 动不动抓中国渔民 韩国海警 动不动抓中国渔民 性质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要抓菲律宾的 不管你是渔民 还是说你是 这个执法人员 还是所谓的 你是什么公务人员 什么军人 什么海警 都给你抓起来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我们只看到了说 又发生摩擦了 那当时肯定 这个消息看到的时候 肯定很愤怒 对吧 还有在仙兵礁 对吧 人家已经开定了 我们的卸户了 零七五都在边上 人家居然怕了不怕 是因为我们太软了 那紧接着到了晚上 就看到说有零检 我觉得有零检还不错 但是很多网友还是不满意 有零检 你要把他们给喜提 他们吃盒饭 不是说盒饭 喜提他们吃那个 大锅菜 是不是 就是那个拘留所里面吃的 那种饭 就勉强让你维持住生命的 那种饭 那么紧接着到了今天 17日中飞在中国南海 南岸礁附近海域 发生了什么 因双方海警官方声明 太过概括 缺少细节 但通过菲律宾当地一家 网络新闻网站 巴拉网新闻 18日的一个报道 可以得知一些 在官方报道中 缺失的细节 报道中提到 中共武装力量 拦截并搓败了菲律宾 向南岸礁马特里山脉号 运输物资的任务 压倒了一艘 由非军事人员操纵的橡皮艇 并没收了船员的八支枪支 一名菲律宾海军 特种作战大队 传言在船支碰撞过程中受伤 失去了一根手指 其他几人也受伤 从菲律宾报道来看 这次菲律宾方面明显吃了亏 难怪之前一直 及时更新非海警 新闻的似乎 对此事情都保持沉默 对非猴就应该强硬点 不然他们会得寸进尺 实际上菲律宾的补给行动 已经失败 但当年有一些人返回非本土 其他人18天早上返回 那么情况就是中国 海警 就是啥意思呢 菲律宾它要进行运捕 它肯定是大型船只 补给船过来 过来以后呢 你要到仁爱礁上面去呢 他马特里山脉号是坐摊的军舰 在滩头上 就是下面是海水 但是我下面还是有这个陆地的嘛 滩图 那么这个船坐在这里 你要去补给它呢 你开过来的大型的那种船呢 所谓他们大型的船 你不可能靠近的 因为而且 一个呢是你靠近容易搁浅 第二个呢是 中国的海警也在这个地方待着 不会让你靠近 不会让你运捕的 因为我们的船 我们的海警船 也长期在仁爱礁这边 抛的毛 下的毛 然后就是在这里待着 就不动了 每天坚持你的情况 在整个菲律宾运捕的路线上面 都会有船只待着 还有海上民兵待着 船绑在一起在海上待着 只要你过来了 马上上来以后 马上就开过去 进行拦截 那么 他菲律宾的 这些海警人员 或者说特种部队 他们现在都派过来 都是特种部队啊 说是说海警的船 但他军舰不太 因为你开过来军舰 你这个性质不一样了 开过来军舰 那解放军 也要给你上来了 所以他是用海警的外衣 然后特种部队上来 然后要来运捕 放下来小的这个橡皮 橡皮艇 冲锋的 下来以后 八名武装战斗人员 冲上来 然后几条小艇 全部要冲破我们的 从层的拦截 过去运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放下这个小艇 一堆钉梢 全场紧逼 防守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 菲律宾有一名 这个特种部队的手指 海军特种部队的手指 被折断了 有的说直接在 就是断到现场 有的说就是说 就是断了 手是肯定断了 手就这样子被凹断了 然后八支枪 我们武警就上去 直接八支枪出来 给你没收掉 所以这个事情弄出来了 给你感觉 哎呦 中国六月十五日的 这个新的管理办法 好像还是有点效果的 我们还是在贯彻执行 所以老兵说了 最好还是说 你枪都没收了 那么就把人 应该给他 也给他扣押了 当然这个消息 是菲律宾方面报的 四真四甲 真假也难辨 但从菲律宾的反应来看 应该是吃了不小的亏 应该是吃了不小的亏 因为中国你这个新的 这个管理办法下来以后 他就要来踩你的红线 过来要来试你的水深浅 你这个时候 不能让他亲的鼻子走的 他过来了 像我们第一个新闻 爆出来的 给我们感觉 以前还是老样子嘛 对吧 进去去警告警告 用这个拦截拦截 我们听到 那你这个新的这个 有法 你叫什么 依法治国 你这个法怎么出来以后 怎么不去贯身弱使 大家在网上呢 不是就老兵在这里说怪话 网上都在说怪话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明白 说怪话 不意味着说不爱国 不意味着说 意味着说 攻击这个国家 不是这个意思 说怪话肯定要有牢骚 自己的领土 他妈的这个问题 到现在都解决不好 这个正端很难吗 对吧 一定要 他们现在都是拿枪出来了 就跟中印边境线上面 当年2022年 加勒万河谷冲突当中 一样的 印度士兵都开枪了 名枪射警了 那这个是想要干什么 对吧 这个情势 非常的这个严峻 他们如果说不是加勒万河谷 我们打赢了 他们如果站到偏了的话 下不可能就是动枪来干我们 在菲律宾这边也一样 菲律宾他们现在 我们的军人到现在 还没有拿枪出来 即使是有枪的 也没有对等他们 他们现在派出海军特种部队 所谓的挖人 带的是贺枪时代的枪支 过来来现场的 那我相信在现场 他凭什么缴械投降 肯定是你旁边 我们人数上占优 也拿着枪对待他们 妈不信 你要搞吧 你要搞吧 敲发 你要搞吧 好 然后 才乖乖的 把枪放下了 不敢瞎动巴动 不敢瞎动巴动了 因为人数上他吃亏了 还有武器质量上 我们可能直接弄了 海上冲锋快艇 他们弄了那套橡皮艇 我们弄了海上冲锋快艇 因为你橡皮艇 我只战 我不打你菲律宾人 我把你只战 把你橡皮艇给你打掉 你马上就沉下去 因为你那个是冲击的 冲击的 我给你打了 你马上就沉下去 你不就完蛋了吗 大家说是不是 你不就完蛋了吗 那你掉下去 那我要来救你吗 我要来救你吗 你把你给扣押起来 所以现场发生了 非常激烈的 这个对峙和冲突情况 这一点 通过现在这些蛛丝马迹 我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再一个 莱埃交 浙滩军舰 马德雷三脉号上面的士兵 拿着枪 对准中国海警 他想干什么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们给他弄一支 狙击步枪 给他警告型的射击 是有这个必要的 现在中国老百姓 对我们的解放军 对我们的武警 要求非常低 你也不要说 讲那么大的牛逼话了 也不要说 要你去杀一个什么人 你现在只要这个枪 只要有警告型的枪声出来 警告型的射击 这个就是母子 你就是牛逼了 说明你现在要敢打枪了 枪敢放了 敢放声音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证明说中国军人敢开枪 中国军人敢开炮 这个才是信心 你敢开枪 你敢开炮 敌人就不敢跟你来老逼 什么河南军舰 开到上海外海来干什么 如果你在他的行进路线上 像俄罗斯对待 伊利莎白女王号 在东地中海情况一样的 你在这里行进 妈逼着我 照着你就上去 战斗机就 听着你上脑袋上 就飞过去 在你行进的路线上面 我开炮 打导弹 射击你的行进路线 在黑海 你一个军舰 妈逼着开过来 吊的 直接就来射击 法国飞机 战斗机开过来 俄罗斯直接就说 你妈逼着敢开过来 我要准备好 要激怒你了 火控领导开出来 对待你已经开始瞄准了 法国三级再也没有去飞过了 英国的航空母舰 再也不敢到黑海里面去 瞎得瑟了 在东地中海过 看到俄罗斯 躲得远远的 不要求你打他们 去激怒他们 因为这个可能也很复杂 毕竟是个大国 人家给他搞一个大新闻 也没有必要 但是 你要让我们看到 你有开枪的决心 仁岸礁和宪兵礁 这里的争端 黄人岩岛车的争端 完全全可以 已经可以到了 开枪的地步了 对吧 往上那个挫抄上面 打了两下 你干什么 枪指出来干什么 我们以为他要设计我们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事情 目前 这个 看来是第二次 交代万河谷冲突了 接下来情事会更加严峻 我们拭目以待 好 谢谢各位支持